把镜头转回本地国内新闻方面 保安业最迟必须在今年的9月 采取渐进式薪金模式 保安雇员联合会早前预测 多数的业者可能无法达标 幸好目前实际情况要乐观许多 但是只总表示一些较小型 或者是没有加入工会的公司 可能面临困境 继清洁业和远景业之后 政府也要求本地250家保安公司 采用渐进式薪金模式 未执行者可能无法更新执照 目前警方正对四家公司进行调查 根据规定 保安公司需根据员工的阶层和职责 支付基本薪金 同时必须达到特定培训要求 但这对资源有限的较小型公司来说 相当为难 劳资政委员会将渐渐是薪金模式 视为帮助环节保安业人力短缺的方法 保安业带填补的空缺约有1万个 中文字幕提供